第八百二十七集 叶晓兄弟 纵然本源受损 战力可不一般呢 叶晓兄弟 昔日是称呼叶前辈的吧 这老家伙可真会看情况下菜啊 连称呼都变化得如此之快 狂刀门老祖 既然你来 其余十来位如何不出 是觉得我叶晨受伤 无力诛杀而等吗 叶晨声音平淡 却充斥着一股极度的自信 近乎以俯视的目光 看向白衣老者 笑道 昔日我来凌晨 尚且见到八派老祖 怎么 今天其他五家老祖 不准备出来见见面 还是要等我亲自杀上你们的家门 你们才出来 一道道光柱冲天而起 隐约与漫天雷霆抗衡 每一道光柱 便带掉一位入神境九层天的老祖 很快 十二位老祖 骑出 凭空踏步而来 好似华夏传说中的神仙中人一般 身上居然看不出丝毫的杀气 很明显 各派各家计划失败 叶晨又用一个底牌 爆发出了 底肩入神境九层天的气息 若当真还未历劫 爆发出神亡境气息 各派各家都将覆灭 这些老祖堵不起 所以出来打圆场了 他们感应得到叶晨受伤 却是没想到叶晨 还有如此之多的底牌和战力 彻底下了决定 叶晨不能再惹 否则叶晨能否废掉不一定 凌晨各派各家 恐怕会彻底陨落 到时候 昆仑旭的人来攻打 便是彻底完蛋了 叶晨兄弟还是这般急躁啊 叶晨兄弟既然来了凌晨 我等自然会治愈你的伤势 不过你此前的杀戮 倒是有些重了 好几位老祖开口说着 很快 十二位老祖便来到了 叶晨等人身前 七派老祖皆是入神境 九层天巅峰 其他五家老祖倒是 出入入神境九层天 并没有九品仙剑 看来是要弱一筹 未必能媲美昔日的 无耻小人李家伟 杀戮重不重 我说了算 各派设下擂台 不也是想在我这里 谋取些利益 好结交血灵族吗 诸位既然要当奴才 想算计我 怎么此刻忍不住出来了 叶晨爆发恶魔之气 胸前浮现出一副铠甲 更有数十道魔光浮现 数十柄被魔化的仙气飞缩而出 萦绕在他的周身 随时随地都可爆发致命一击 甚至本体气息都在不断地往上攀升 只要一开战 叶晨有信心 当即击毙几位出入入神境九层天的老祖 这就是他眉心恶魔之眼的力量 恐怖到极致 只可惜恶魔之眼出现的几率极少 那道神秘的声音忽隐忽现 叶晨根本无法掌控 更不说恶魔之眼是他的底牌 叶晨兄弟说笑了 事情发展到如此情况 我等的计划已是败露 狂刀门老祖代表其他十二位老祖 上前叙述道 叶晨兄弟的计划 我等也知道 无非不想我等骚扰昆仑须之人 我等也在此告知叶晨兄弟 从现在开始一年内 我等不会对付昆仑须的任何人 如何 不怎么样 叶晨唇脚勾勒出一抹笑容 言道 丹灭生等三人算是我的手下 此后便驻扎在凌晨 他看向那三人说道 你等记住 驻守在凌晨 但凡有人想要进入昆仑须 无论修为高低 地位如何 哪怕是你们的老祖都可杀 十年后 我会为你们解除封印 并且一旦有人杀你们 我会感应到情况 他的目光落在十三位老祖的身上笑道 我会赶回来 灭了这十三大势力 安插人手在凌晨 并且这三人地位不低 可以抗衡部分凌晨的实力 但绝非能抵抗十三大势力的人 可叶晨在 叶晨在便是他们最大的底牌 互为作用 至少能保证凌晨几年内无暇顾及昆仑须 遵命主人 我等势必不会让凌晨之人进入昆仑须 只是 丹蜜生眼眸中闪过一丝忧虑 言道 只是 若有其他势力 比如零五大陆来的血灵族 或者其他宗派家族之人 我等未必挡得住啊 这个 你们不用着急 叶晨看向了十三位老祖笑道 你们十三人可以帮我挡住 如若不挡 昆仑须出事 我第一个拿凌晨泄愤 哼 叶晨兄弟口气不小啊 够狠心哪 十三人纵然不悦 却没有动手 他们见到叶晨爆发神王境战力的情况 没有绝对的底蕴和把握 是根本不可能出手的 如此一来 叶晨恩威并用 也可稳固凌晨 血天门老祖缓步走出 左手一挥 数十道光汇入了叶晨的手心之中 这些算是我凌晨各派各家给你的 你回去疗伤吧 我等不会再起动你的心思 并非你等不动 而是你等敢动 我便诛杀你等 叶晨收下这些仙气转身离去 他能感觉到恶魔之眼的力量即将消散 甚至一道道疲惫之感涌来 若是被这些老妖怪发现 他可能都走不了了 眼下还是赶快救小黄和血龙 这次来凌晨一趟 极大削弱了凌晨的实力 同时还得到十五件中品仙气 也能展示昆仑须的实力 至于丹灭生等人 在凌晨都是位高权重之人 杀他们 凌晨不见得愿意 他们也不见得会真的杀凌晨的人 互为制衡 只要时间一长 昆仑须强大起来 他们如何都无碍 叶晨回到了光明殿 随手将凌智得到的一些仙气 扔给寒云 同时问叶灵天道 灵天 炼气阁的情况如何 同时炼丹阁如何 叶灵天抱拳一脸谨慎说道 殿主 我已经收了五个弟子 专门负责炼气 至于我和副阁主 已经勉强能炼制半仙气了 此刻 叶灵天服用不少仙丹 修为已经强行提升到了 底尊境九层天 只要他迈入神境 便可炼制仙气了 殿主 我炼丹阁可以炼制一品仙丹 有助于大道的完善 灵一丹尊抱拳续说着 他在上次大战前进击到了入神境一层天 自从灵一丹尊和白雾丹尊可以炼制雏形丹后 大量的帝尊境强者实力飞速提升 各个帝尊境强者很多都是过千岁的老家伙 底蕴足够 只是对于大道雏形的完善不够 一旦得到雏形丹便会飞速暴涨 几乎一枚雏形丹便能让他们破一个境界 有的人甚至连续破两三个境界 昨日紧急入神境的都有两三人 昆仑须的实力也在飞速增长当中 寒云主导各项事宜 同时也抽时间修炼 战力增长不少 兴建门等八大势力进入昆仑须 也带来了大量仙气和仙丹 对于昆仑须帮助不小 虽然有如此多的丹药 但是这些丹药却无法助叶尘突破 毕竟叶尘的功法和血脉太过强大 这些丹药对叶灵天和其他人可能有用 但对他而言根本没有作用 叶尘又想起了小黄的事情 便吩咐道 灵一准备丹炉 我要练维灵丹 殿主 维灵丹 灵一丹尊心神一阵 凝望着叶尘言道 殿主莫非本源根基受损 有一些受损 这次会练制三枚维灵丹 不过没有给其他人的份额 我有其他用处 叶尘交代一句 便将药材扔给了灵一丹尊 准备晚上炼制丹药 很快夜晚降临 各大阁主乃至于兴建门老祖等等 纷纷来到观星台之下 注视着台上的叶尘炼丹 轮回墓地中的神丹君主在旁指导 他是能炼制出河道神丹的强者 指导叶尘炼必然轻而易举 不到一个时辰 三枚维灵丹出炉 野臣立刻闭关 踏入轮回墓地 当看到血龙和小黄的模样 野臣心疼之感越发强烈 毕竟小黄和血龙一直守护着自己 也是因为自己才受这么重的伤 不管如何 他都要救小黄和血龙 不惜一切代价 他抬起左手捧着两枚维灵丹 右手调动气血之力 将维灵丹化作一道道本源之力 分别送入血龙和小黄的体内 一道道雷霆之声传出 血龙和小黄周身营绕着雷电 雷电迅速分化开来 化作千百道光束 将整座轮回墓地变作雷霆神殿一般 四处皆是雷电 透着一股股毁灭的契机 小黄和血龙察觉到了什么 眼眸睁开 竟然直接冲开轮回墓地 腾飞而出 位于大殿中央 周身闪烁出七彩光滑 他们本身的大道也浮现而出 正接受着维灵丹的滋补 距离你们的苏醒 大概有一个时辰左右 我也先疗伤吧 夜晨服用了剩下的一枚维灵丹 将不灭剑道绽放而出 缩小到三五米大小 放置在身旁 调动体内的本源力量 逐步完善和修补不灭剑道